大家好,我是三喵先生,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这两天,俄国入侵乌克兰引起了各国反制 当地时间2月26日,美国、联合、欧盟、加拿大、英国共同发布声明 宣布禁止俄罗斯使用Swift国际金融结算系统 那么这样的制裁力度被称为是金融核弹 会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这个Swift是咋回事 它怎么就会对俄国经济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事 这Swift的全称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ociety of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简写是Swift,刚好是英文迅速这个单词 它产生于1970年代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战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 全球化的进程也在加快 跨国的金融汇款越来越频繁 我们知道在过去跨国汇款手续特别繁琐 各国银行对于汇款信息标签不统一 而且发出去的汇款信息也不安全 最关键的是什么吧 这过去的汇款方法成本特别高 这手续费收个5%以上 这都是家常便饭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 我们知道走的都是大额现金 5%的手续费其实相当可观 你比如说1亿美元的转账 这手续费就要划去500万 500万 这够很多小公司活好几年的 做生意的人对此较苦不迭 跨境汇款机构也是有苦难言 在这种情况下 创立新的跨国金融信息标准 势在必行 那么说这种标准必须简洁明快 还得足够安全 最关键的是成本要低 所以这所谓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也就是Swift应运而生 它的总部设在比利时 一个人口都不到1万的小镇子上 但这个协会制定的规则 却成了以后跨国汇款信息通用处理标准 那么1977年 Swift制定的标准开始运行 在此之后不到12个月 它总共处理了1000多万条报纹 并且因为方便快捷 安全高效 成本低下 广受好评 那么说有了Swift 跨国金融的开展更加顺畅 这汇款的手续费呢 终于可以降到3%以下了 这一个亿的大额转账 省下来的钱都是好几百万 截止目前啊 Swift发展成了跨国金融汇款 最基本的底层规则 2021年 也就是去年啊 通过Swift系统日发送信息 4000多万条 每天通过Swift结算的现金5万亿美元以上啊 这些信息背后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地区大型企业 他们的国际贸易数据啊 但是我们说是大企业 但Swift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啊 你任何人去银行你给国外的亲戚朋友去汇款填汇款单啊 你都要在货款单上填入什么呢 你即将汇入的这个银行Swift代码 可以说啊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啊 你离开Swift 你就等于自绝于国际金融体系了 那这Swift作用这么大 它是怎么运行跟管理的呢 这个协会啊 股东是3500多个代表全球金融行业的公司股东啊 说起来都是控制跨国金融汇款的大佬们 当然他们的数量也会随着政局变化啊 有所增减 这协会呢 管理机构是25个董事啊 这公司董事的选举 这董事的选举啊 根据公司所在国参与Swift的这种程度啊 有所来定啊 国家用的Swift决算的这种现金越多啊 这个国家能推举的董事越多 那咱们知道这美国欧盟 他们这些国家是Swift这整个体系的主要制定者 而Swift的主要用户也是他们 那所以啊 美国和欧盟在这里面话语权就会特别重 这也是客观事实 那当然啊 Swift的名义上 它没有制裁的权利 但是呢 这全球金融机构啊 主管政府 那他总得属于一个国家吧 那这国家政府可以禁止 某些成员使用Swift 这也就是Swift的制裁权啊 那还是这句话 我们知道 美国啊 在全球政治跟经济当中 地位具足轻重 在Swift里啊 也是绝对的大头 所以他往往能够发起有效的制裁 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啊 2012年和2018年 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实行过制裁 也就是说啊 任何伊朗的金融机构都不可以通过Swift进行交易 来 这是由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法案进行背书 此外 这样的法案也授权美国财政部啊 对Swift董事会和相关银行进行金融制裁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Swift不去切断跟伊朗的银行连接 那美国就有办法去制裁掉Swift董事会 他们手底下的这些银行 那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一旦Swift受到制裁啊 它连接的一万一千多家银行 以及全球的银行跨国转账体系 都会受到影响 严重影响全球贸易 所以啊伊朗最终还是被Swift的制裁 被孤立在了全球贸易之外啊 虽然不排除伊朗可以通过一些隐秘的手段进行贸易 但这种制裁重创了伊朗经济 他们这领导人啊 这些年除了喊喊口号 能做的呢 其实很有限 但他们的经济啊 是实打实的 一蹶不振 那当然啊 在更多时候啊 可能都不需要国家政府强制 Swift自己就把事办了 这样的制裁发生在朝鲜啊 这2017年3月 这联合国报道啊 这个国家绕过国际制裁 进行违禁物品贸易啊 那消息传来 Swift马上就把朝鲜的银行给踢出去了 似乎至今啊 也没有复原的迹象 所以这些年啊 朝鲜这经济是彻底摆烂啊 眼看就要进行第二次苦难行军了 所以啊 用Swift制裁一个国家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事情 那么这次俄国啊 如果真被Swift的制裁 后果其实会更加严重 为啥呢 因为你俄国现在的经济 支柱产业是能源出口 你知道不 这德国啊 几个欧洲国家 前几年跟那个俄罗斯天然气 那个Gasprom 经常出现在欧洲冠军杯 那个场面广告牌上的那个Gasprom啊 签了协定 天然气出口啊 成了俄国的非常重要的出路 但你这出口啊 你离不开Swift 你总得进行外币结算吧 这次制裁一旦生效 如果俄罗斯被踢出结算体系啊 那这俄国能源出口换换换汇 就彻底没了戏啊 这就等于对俄国经济釜底抽薪啊 严重程度 甚至比对伊朗和朝鲜进行类似的制裁还要惨 这俄国家你说勒紧裤腰带 硬说自己自足 也不是说不行 那你俄国怎么办 除了能源和一些工业出口 它根本没有足够的内需 可以说啊 如果不出意外 这断了出口的外汇结算啊 这俄国经济就要彻底崩了 当然了 面对这样的事情啊 俄国也不是没想过出路 这一方面啊 俄国一直想找替代系统啊 早在2019年 俄国他自己就推出了自己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SPFS 作为替代版的Swift 俄国人的思路啊 是先用SPFS解决境内的金融信息贸易传输 然后对境外的这种金融机构和贸易机构 开放 尽可能扩大他自己的这个SPFS的影响啊 摆脱对Swift的依赖 想法倒是没错 其实啊 你要说现在啊 一个国际金融流通体系 真的从无道有建立的话 从技术上讲 难度倒不大 难就难在各国互信的程度 我们说这Swift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啊 大家对他是普遍信任 但你俄国的SPFS呢 以俄国的国际信誉和经济水平啊 你别说在国际上推广了 就是在国内推行 难度都相当大 你只不经历了大力推广啊 到2020年 SPFS在俄国国内的用量啊 据说是扩大了一倍 但普及率也才20% 那另外80%当然还是Swift 至少在短期看啊 你这个SPFS 在俄国国内都不可以替代Swift 那另一方面啊 俄国在五年前启动了一个叫 物物贸易的这种异货交易 也就是说啊 这不需要钱了 那咱们拿物品去换物品吧 这简直就是一夜回到原始社会啊 但俄罗斯啊 这么是认真的啊 2017年啊 印度尼西啊 用咖啡 棕榈油 茶叶啊 这些东西啊 置换了十一架俄国苏35战斗机 这笔交易总值是9.13亿美元啊 这是俄国试图通过异货贸易 规避Swift的第一次尝试 那俄国也表示啊 今后将继续开展这种异货贸易 如果啊 真的这么大规模搞下去 可能俄国会用天然气换来什么呢 委内瑞拉的石油 蒙古的绵羊 这怎么看啊 怎么不像是一个严肃的选项 当然 俄国也预料到啊 如果真的打仗 自己肯定会受到经济制裁 所以啊 在几年前 就在外面存了不少美元 希望一旦有事啊 用这些钱去换物资 但这钱啊 肯定越用越少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总之 切断Swift 对一个现代国家 对一个现代的能源戳口大国来讲 肯定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惩罚 如果这样的制裁可以坚决执行 俄罗斯的经济倒退 那是无可避免 而俄国也会彻底失去长期战争的经济保障 当然俄国老百姓啊 受苦是免不了的 发动战争的 坐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位 他还是选择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啊 甚至他的一个部长啊 得知这个Swift制裁的消息之后啊 就公开说 如果到了紧急时刻 会没收俄国老百姓的全部存款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啊 这样的一个政权 真就站在了俄国老百姓的对立面上了 好了 关于国际社会禁用俄罗斯的Swift贸易结算 这件事情啊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是三鸣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